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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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們的國際形勢非常了解 現在全世界最顯著的東西 就是中國好像它的夢想成功 但這個是惡夢 這個是大惡夢 它以為它夢想成功 可以成為半個地球的霸主 我重複了很多次 亞洲版塊 中國最大 歐洲版塊 俄羅斯最大 中亞版塊 中亞算是那條塊版塊的中間 那幾個國家 習近平去俄羅斯 立即跟他們開會 跟那個中亞那幫人開會 跟著西州 跟著亞美 全部都在親中 現在連西歐那幾個國家 分分鐘好像西班牙 法國都不信 都是在那裡考慮緊張 親不親中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以為它成功了不得了 就等於他當日清理不得了 它以為成功了不得了 打贏了全世界 全世界那些人都不夠你 唉 但是 它不知道 這個做霸主的用意 要付出代價 它都不夠實力去做霸主 美國每年在全世界花的錢 說做世界警察又做這個 它花的錢沒計不盡的 它唯一是可以印錢 所以它做到這樣的事情 要不然它根本就做不得了 你看到美國都是會的 原本中東是用陣子 不會教人 扔掉它 所以阿富汗撤軍就是這樣 跟著你看到 原本非洲、南美 全部是美國的影響範圍 一個一個美國 我實在頂不上 不是說不上 頂不上 日本幫忙 日本看一看一看 趁走路 原本日本富特東南亞 因為後來都說它都頂不上 為什麼中共可以頂得上 就是它有兩套錢 我說了很多次 它有兩套錢 中國人民手裡面拿的是價錢 它是人民幣 它真錢全部它中國人民銀行拿了 然後它就可以運用賺回來的外匯 IPA拿回來的外匯 就是每天好全世界的中國人會錢回去給它親戚的外匯 在香港這麼多債券 打入公司 國營也好 運營也好 上次公司有發的債 然後回到港磁 港磁又是外匯 它那些筆錢可以任它為用 所以為什麼過去那些二三十年可以搞到風生水氣呢 就是它在擁緊人民的外匯 然後遞給人民 就是在國內可以玩玩而已 我講了很多次 很多很多次 可能有些觀眾說 你有說的有說的 就是笑我沒有說的 就是一定要聽明白這個問題 中國有了這些外匯 講了二十萬頁 如果一半就是被那班貪官 不知道自己是江派的 差不多自己拿到去用 一半還有一半 還要我們買材料 買石油 買港鐵 買煤 買藉口的東西那裡用了一半分 現在就收了一些邏輯 而現在剩下的那些 要人家外資公司走的時候 跟你換回外匯的時候你會給它 它現在的外匯只夠過它 都不夠已經是低過過去 你外國公司進去 你有承諾的 它走的時候起碼可以拿回本 只要繼續可以拿回那個利潤 你如果不是這樣 你外國人應該要進來 人家說我現在走了 你外國人應該要進去 他拖過去那五年 十年一路拖日本 他拖得很厲害 他拖得很厲害 又不敢出聲 而出聲就更加 排你去最後那裡 所以他現在根本沒有外匯的內匯 而且還這麼多公司撤走 你要給外匯的人 這個就是他最頭痛的問題 誰都搞不定 他是希望在那裡看人 到最後 這些事情最後 老實說真的沒錢玩 是打場仗的意思 打場仗那些人不可能 不知道怎麼做 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以前在敵視上發生的多 現在 所以現在 我的看法 現在俄羅斯這樣一年內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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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 喊交喊到一頭盤 因為沒錢的 一個有期望 俄羅斯有期望 阿姨是中國大把 中國根本就有限的 這兩個爭斷 就是喊交喊到一頭盤 第二年 就是 九五年喊交喊到明年三月開始 基本上維持不了下去 這個這樣的 是大家的全面合作 我用的全面合作 全面結文 用的比較好的字 維持不了下去 所以到明年的年底就差不多了 這件事就在散 而且這件事加速了 我這個表題的下面 加速了俄中亡國 什麼叫亡國 亡國不是吧 沒有了中國 我們中國是流利的質素 沒有這樣的事 亡國就是中華人民共亡國 這個國家要亡調 俄羅斯聯邦 俄羅斯正式的名字叫RF 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聯邦要亡國 俄羅斯聯邦下面有很多很多國家 那些國家不會亡 但是俄羅斯聯邦這個聯邦 由普京執政這個聯邦要亡 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有共產黨 有習近平執政 這個要亡 不等於中國要亡 不等於俄羅斯很多很多其他國家 俄羅斯幾十個國家 又有些分區 有些分省 不會亡 亡 而是變回有兩個獨裁的政權 這兩個獨裁政權要亡國 是個國號 不是真的 不會 好像以前那樣 好像廖國那樣 因為那些人都不見了 沒有那些 就是整個私人來到 整個國家都不見了 失了中 因為這種妄想 我們不是在說這種妄想 我們在說這種 所謂責政黨 責政的國號要改變一個國號 所以俄羅斯應該變成很多個國家 反而安全 然後變回正常的聯合國國家 正正正常常 就不要經常都攤大手掌 跟我試貨 拿夠製金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整個國家就是 買了石油 買了天然氣 統一 那些是統一 那些控制 那些都控制 那些收入 他就派給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省 每一個下面 很多共和國的 他們就聽話 現在就是一個這樣的統治 那大陸是什麼呢 大陸也是中央集權 全部是北京的 賺回來的外援 我剛才說了 他賺回來的外援 他就可以 允許換一些人民幣 或者他自己印了人民幣去換 用這個人民幣去控制 但是你要出國的話 你跟他換回外援 就只要再說了 很多話 他根本就沒有說到最後 如果真的拿走了 拿走了這個中共政權的話 那中國人就可以自己有美金 有外國銀行進去 然後你有自己有美金 有這個主權在你裡面 主權不是在人民銀行 這個就是英國人的正常國家 你有旅行自由 搞到自由 沒有共產黨來管我們 什麼香港人 法庭它又管 有國安法 這些全部都要出選 這個是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忘了中國 搞清楚 我看到有時候人們看到我這個 大家說你是不是又是這樣 我實際上說我還愛過你 不過我愛過不是中國 是人民共和國 我愛過是叫中國 大家搞清楚 不要說我不愛國 我不愛國 共產黨你嫁愛國 我都是叫真愛國 但我現在任務就不會搞中國 我沒有能量 我現在希望幫香港光復 這個就是我的責任 大家看清楚 這些都分得清楚 我又不需要謙虛 我也不需要謙虛 我實際在做了很多事 我又不覺得 我也不覺得 一點都不嫌虛 中華人民共和亡國 這個就是我們要喝香檳的時候 俄羅斯聯邦要亡國的時候 很多俄羅斯人 那些年輕人很開心 我見到俄羅斯人 我都很熟 那個人根本是非常之憎恨普京 但是沒辦法 因為普京控制了那些能源公司 我友 我氣 我女 那些大公司 那些大公司賺回來的外匯 就是他控制在他的社會 所以他控制了所有俄羅斯人民 大陸一樣 共產黨拿回來的外匯 拿在他自己的社會 接著要發行人民幣 來控制你整個中國經濟 這個樣子都是這樣 根本人民是拿不到好處 他們真是 他們國家的資源也好 國家的 他們做出來的產品也好 根本人民拿不到回報 那個回報給他們兩個專制政府 全部抽了水 這個就是問題 而且他抽了水之後還要去打人 一個就說要收回台灣 就是說台灣你要幫他賺錢 想到沒想到 這個就是要滅中共 滅中國人馬 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原因 大家聽清楚 俄羅斯也是 俄羅斯有很大班年輕人 可以說八成的年輕人 是要推到普遍的 我跟他們有交往 我非常清楚 所以俄中亡國收場 你相信我 我們看得很清楚 我們香港人有時只看到 中共的某一個角度 我看到其他角度 我們看到俄羅斯 所以看到很多東西 中亞中亞的國家我看得很緊的 中東我也看得很緊的 美國當然夾得很緊的 所以我們看就沒有辦法 因為你為了我現在的所謂 我自己的命運 跟那個世界形勢 是綁在一起 所以我一定要 迫著要 迫著要了解 深入了解 每一個國家 全世界的那個所謂 那個情況 我也不是為了讀書 我也不是為了觀眾 我也不是為了評述 因為我要做香港這件事 光復香港的問題 我一定要明白所有的國際形勢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Lucy 原來你預計中共滅亡的時間 還會有多久呢? 我告訴你 去年沈逸輝訪問我 她說她什麼時候可以回到香港 我說三年 現在我估計兩年就有希望了 所以我現在開始計算是嗎? 可以啊 你來現在計算就更加計算 沒什麼所謂 總之兩年左右 我估計川普上場 他就差不多懷疑了 嗯 那你可不可以 有沒有可能講一講 年報說中共解放軍上將 劉亞洲將被重判 這個對於中共來說 是什麼政治信息? 不是沒有信息的 你現在這麼專制 這麼壞的政府 裡面當然有人反抗 這個是願意出來反抗 反抗當然有機會被人抓到 有機會槍位 有機會判死刑 他就是看不上眼了 14億人 有個人出來就算是這樣的了 有多少個很少的 他這些是有血氣的中國人 當然出來反對你 說要搞 而且他是軍隊裡面要人 你習近平要防著他們 這些是很正常的 這些政變是非常之正常的 不是新聞的 原來你也是經濟人 商人 現在大家都炒關心銀行的危機 你看到美國那邊爆了幾間 現在稅信又被收購 這個銀行的危機 會不會引爆整個國際大股的金融市場 更加盡量 你用的那些錢 全部都是那些叫做商品的字 不是不深入 現在那個金融危機 對那些中小銀行是非常大打擊的 因為他們的存戶 拿些錢去買國債 這個就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那些中小銀行裡面的 所謂實力不夠的 就全部要破產 會不會影響到全國的美國經濟呢 就是不會的 就是這麼多東西 那美聯儲現在縮水是否有收手少少少 現在根本這個美聯儲和美國財長都是垃圾的 我告訴你 別人不敢用這些事 我也敢用 這兩個是垃圾的 你沒有理由來加息 這次加了0.25 是吧 加息來救這個通貨盤長 通貨盤長有很多其他辦法 不需要用加息 一用了加息 那些銀行的錢就很快跑去買國債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辦法可以減息的 那你很多辦法 看看能源的價格怎麼降低 你一定要用其他的辦法 一用加息這招東西 加息這招東西就是有利有害 那個害就是令到其他銀行 這次銀行製造的東西就是他們加息加出來的 那你現在再加息就更大了 有其他辦法的 那些金融的人只會用加息、減息 來救那個所謂通貨盤長 有其他辦法 真是懂得經濟的人 就不會用這麼簡單的辦法 這些就是叫做無知 這兩個就是蠢材 中國和香港的銀行 不會受這些因素的影響 是嗎? 衝擊不了的 不是的 你香港和美中掛鉤 美國加你沒辦法不加的 不加你的 你的存款就流走了 所以很大影響的 它是大了的 它一加你逼著香港 那香港都是問題來的 變成香港的銀行 香港人有的比較 錢多的人他們就明白 怎麼拿錢去買美國貨質 網上都買到的 根本就不需要 經濟都不用的 買美國貨質在網上 手機都買到的 所以變了錢就去買國債 國債又安全 利息又高 為什麼放在你匯豐的網上 你要明白這些基本的 你不要經常聽那些大名詞 什麼什麼那些 那些就是那些人 那些越是說用這些大字眼的人 越是不懂的人 你那幾個訪問那幾個很厲害的 才拿得很厲害的 是啊 那個羅家聰就說得很好 是啊 他講得很清楚 他是專家來講 他講得很清楚 我就是用一個 我用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講 他就用專家來講 講得很好 謝謝